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以啊 眼前这个家伙 反而反其道而行 吴皇 我就猜你会加入爵士 看样子帝尊对你的刺激不小啊 这位学姐 你这话是 帝尊是九五军团的军团长 战绑第一 当初帝尊曾说 新学员没有资格进入战场 不知天高地厚 没有执行力 如意贪烂民 当然这种说法 我并不赞同 吴皇这小子却直接和帝尊杠上 破口大貌 还动起手来 这小子说 谁都是新学员走过来 纵然新学员也有享受学院的权利 尽管后来他被帝尊打成了猪头 吴皇你之所以在悬空战场那般行动 是想要新学员感受学院内残酷 打磨他们锐气吧 可惜用错了方法 这点上 偿欢的确比我强太多 有空打一场 对于敬佩的人 陶这个家伙就想着打一架 不过 我可不会管老军团新学员之间到底有什么差距 如果他们来 我接着就是 何惧之有 哈哈哈哈 长哥说得对 何惧之有 最多就是打书罢了 我现在好像有些明白 为什么在额外考核中 偿欢他们能够做到别人做不到的事 起码他们先不去考虑失败 而是敢去做 毫无畏惧 勇猛 果敢 杀法果断 这是军团立足必须的气质 长话 千灵军团和王战军团会尽可能地帮助你们 爵士军团有什么需要的可以找我们 包括练习 为什么你们两个军团会如此帮助我们 我王战军团和千灵军团都是万象殿的组织 而另外五个军团都是武神殿的 再怎么说 你也是生力军呢 当然要选择帮助你 小伙子 我叫王二 是王战军团的军团长 以后队练可以找我 但提醒一下 我可不会手下留情 王 王二 哼 你们想笑就笑吧 反正本姑娘也是习惯了 哈哈 王师姐 有意思 说起来 你们还没有前去总部吧 军团组织的总部可是好地方呀 王二要是不说 我都差点忘了这事 不如一起吧 我倒是也想看看 绝世军团总部是什么模样 好 我们到了 军团成立之后 在这个传送阵里 就有连接你们的总部的通道 只要站在上面说出你军团的名字 就可以启动传送阵里 走吧 我们进去看看 绝世军团 地面震动了 放心 是阵法正在启动中 没想到 这个地方竟然是你们的总部 虽然某种意义上合情合理 但未免也太大了吧 常怀你这个臭小子运气真好 得到的总部竟然有这么大 的确 军团当中 总部最大的原本是帝尊的九五军团 而现在看来 不过你这悬空岛的五分之一啊 运气 运气罢了 二位师姐 我们先进城吧 等一下 虽然我们也能够穿过顺门前来此处 但我们不是你军团之人 是无法穿过平壤进入悬空城的 需要将灵气灌注到玉牌当中 激发其中阵法 凝聚出一道灵气护盾 随后便能穿过那一层阵法 进入总部 原来如此 那我这就带二位师姐进去 话说当初我们参加额外考核 好像也是在悬空城吧 再次看到还真是怀念啊 不过奇怪的是 这悬空城跟秘境其他地方似乎不同 的确 这儿的景色仿佛没有任何变化 好像时间没办法影响这里一样 难道是时间停止吗 小子 我给你们军团的总部可还满意呀 元长老 你的总部竟然是元老送的 你们也认识元长老 勇武学院内整个秘境的战场 都是元长老设计 并且其中战场阵法的构造 也由他来主导完成 元长老在勇武学院之外 还有着一个外号 黑死神 当初跟着他的军团 名字叫做死神军团 在外做任务时 又胆敢来犯者 进阶诛杀 都是年轻时候的事情了 年少轻狂 不值一提 元长老 这个总部非常不错 我很满意 元长老在勇武学院之中 地位和其之高 遇到重大情况 元院长也会以元长老意见为主 此刻却如此青睐偿欢 小子 不知道你有没有兴趣 跟我打个赌啊 没问题 我赌 你这个小子 难道就不问问 我到底要和你赌些什么 赌什么都不重要 何况 我相信元长老不会害我的 你小子很不错 那我再问你一个问题 你想问我什么 如果给你两年的时间 能不能让你们绝世 成为战榜第一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